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念荣 很多朋友开始喝西洋情汁之后就问到我一个问题说 请问小朋友可不可以喝西洋情汁呢? 那么我知道如果是身为家长的父母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也会很想要了解 所以在今天的影片当中就会针对这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一样的,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也欢迎记得先在这个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在未来你就可以固定的收到我为您提供的相关的资讯 首先需要跟大家先做一个声明的就是 所有在影片当中说明的都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团分享 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的预律的话 欢迎你还是透过您的专业的医生做一个诊断跟评估 好,我知道其实每一位身为人父母的 其实都对孩子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期待 就是希望他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然后甚至我们其实是希望说 我们把这个孩子在教养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帮他把这个身体健康的基础搭好 未来他出去成年出去闯世界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去面对他所有的环境 那么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有一点点的身体的不舒服 哪怕是一点点的小感冒、流鼻水、咳嗽等等 我们大人都会非常非常的担心 那更何况有时候如果有肠病毒或者甚至有时候是一些不明原因的心悸啦 或者是耳鸣等等 这样的情况我们大人更是担心的不得了 所以我想我们在教养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 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帮他提升他的免疫能力 在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带孩子的经验 那么我们家的孩子现在是青少年的青春期的阶段 那么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呢 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透过这个比较自然的一个方式去提高自己的免疫能力 那么在开始这样的过程的原因其实是因为 那个时候大概孩子大概就是差不多就是小学阶段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就是感冒 一年大概感冒个两次左右 我想很多的家长会有同样的这样的经验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年可能感冒两三次 然后到后来我发现好像是每两个月就要去看一次耳鼻喉科 然后时间就间隔越来越短 到最后就是一个月去看一次 然后后来两个礼拜看一次到最后根本就是每一个礼拜都在看耳鼻喉科 好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有一些的不同的想法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 应该这样的方式似乎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决定就是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调整孩子的身体 所以大概过去十多年的时间如果有一些的一些的所谓感冒症状的话 大概我们可能是透过就是传统的这个中医的方式 或者是这几年大概就是透过比较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向草药的一些疗法 或者就是一些的蔬果去让这个过程去度过 所以这个是大概我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然就是增强孩子的比喻能力 这个是我们在照顾孩子健康的时候最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说 小朋友可不可以喝西洋情汁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国外小朋友喝西洋情汁的一些的记录 当然因为这个喝西洋情汁来提高免疫力的这样子的效果 其实在全球已经非常非常的流星了 那么在台湾开始这几年开始也有朋友开始让小朋友喝西洋情汁 所以这个部分的分享在我另外的一个影片也有已经提到过 所以大家可以到我的影片里面再去看一下 然后很高兴的是昨天就有一位朋友跟我分享说 他说这个他开始让孩子喝西洋情汁 然后因为他长期有孩子长期有这个便秘的问题 所以他就让他开始喝西洋情汁 结果现在他就是完全不需要靠软便机 他的排便非常的顺畅 然后上个礼拜因为孩子下课回来有一点点的发烧 然后他就再去给医生看说是不是肠病毒 然后他分享说这个这次的肠病毒呢 孩子只有一点发烧 然后就是喉咙有稍微一点点的发炎 他也没有起疹子也没有嘴破的情形 所以真的替这个朋友的孩子这样的开心 让他可以比较舒服的度过这个肠病毒的这个攻击 好了那么接下来等一下我们就来先看一下 如果小朋友要喝西洋情汁的话 到底他的分量要多少呢 同时根据我这个收集很多朋友的经验以来 我发现就是其实小朋友他的这个身体的自愈能力 其实是比我们大人更快速一点的 所以大概一般的孩子也许可能三五天一个礼拜 或者就是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其实家长都可以感受到孩子的身体的免疫能力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那么因为这个西洋情汁本身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强大的功能 就是他本身他可以杀死所有的病原体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喝西洋情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到自己孩子 贬异力的提升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当然就是也在这边建议大家 如果当孩子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的时候 建议有一些避开的食物 还是需要去避免 也就是包括蛋奶以及腹质类的一些食物 如果在这个身体不舒服的过程当中 除了西洋情汁之外也记得帮孩子补充一些大量的水分 大量的蔬菜水果的水分 这样子孩子在过程当中会比较的轻松跟舒服一些 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欢迎你按赞分享并且订阅 那么同时如果你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 已经开始喝西洋情汁了 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更好的一些的照顾的方法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好了那么就祝福你跟你的小宝贝们 越来越健康 也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